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自行车就成为我童年最有趣也是我唯一能选择的好的爱好 我的前叉断了 然后基本上两个月的话就换一个前叉 这车架也烈了 这车架的那个上管那一边 一看这个车就历经风霜了 上小学一直骑车代步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骑着订车如果能飞起来就好了 我就看前面那几个大哥练得很好 他跟我说你想要飞起来你就先去练练订车 订车估名思义 定在地上 但是是定住了不动 这就叫订车 我说我应该天赋一秒 我想试试 于是我就站着车 顶着墙 先试试 然后没事试试 没事试试 这一个多月都没学会订车 突然在前脑的超市门口 胡能门的一辆 我就转一辆车把他停了半天 我一到过去就这样 我刚好没有下车呀 刚好不就是定车了 这不就会了吗 然后吹那个劲儿 找了个广场 又裂来吧 瞬间就找到了这种感觉了 那一刻 感觉还是蛮神奇的 就是有一种 我还找到了这个叫什么 突然动物的感觉 对 会让你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其实是一手嘛 问我 哎 是空哥 怎么骑车才能骑的跳 怎么高 骑的好 我说我也在每天的练习 花这么长时间都没练习 凭什么你 不花时间练就能练习 我这一年一年都过了多少年 我才能够有这么多感想 对 真棒 真棒 我妈回忆 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小孩三轮的车子 把两个扶出 就自己拿螺丝到自己卸掉自己的庄 然后自己出去骑 就是一下去第一次去骑 虽然不会刹车照电线杆子就去了 但是第二把就直接就会了 因为一直玩这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天性加上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让我在这个地方愿意去使劲 父亲不给我钱 然后呢不太支持我玩这样运动 那我又要继续骑车子 我想要继续骑车子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自己挣钱 我无意中参加俱乐部的活动 直到自行车表演能挣50块钱的时候 就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然后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在学生时代 第一次跟社会联系 我在这里面不停锻炼自己 那一刻我还是蛮开心的 多大的舞台我不太怯场 我不需要别人认可 我就在旁边是一个配角 我就骑一骑跳跳 我把我最好的展示出来就OK了 我对什么东西充满好奇 你就把自己变成小孩 你觉得你怎么样玩这个事情有意思呢 都能骑一圈就好了 想办法就实现呗 法国那个雪峰赛都没有中国人去过 我得去啊 怎么去啊速送军票怎么去 然后到底找什么人 去实现它 我要上战场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现在有直升机的救援 有直升机的摄影 然后非常懂一个大直道 那个地方拐弯会非常的危险 我们的脚全部要直到雪里去 从这里到拐下去 感觉特别艰苦 而且让人太高兴了 明年我还会来的 See you next year 围绕实现这个事情 你发现很有意义 这一条路线都很有意义 我都会法语了 太高养了 兴趣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老师 能刺激我不断进步 慢慢的自行车成为我不可替代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在头朝下 一落地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我的脊椎就断出了声音 我又想 这下子真的是 坤哥你再见了 这一刻真的很煎熬 一觉醒来以后我就躺在这里 然后 那我先再见到 对 听说说很疼痛 你知道自己灵魂还卖 但是怎么没有现实呢 这个每一个都要扎到我的脊椎的这种胸椎 一部位 然后扎进去 发现派 三个月的时候就能走了 你要知道你今天经历过的东西 明天一定会给你收获 就像我受伤以后 我人生变得更通透了 所以今天思想很周全 然后呢 性格比较稳一些 都是应该是当时的 如果没有那个一刻 我现在估计还也挺浮躁的 我在我自行村里绝对是专业技能五层高 我有自己编教学的能力 有自己拍视频的能力 有自己搭演团队的能力 然后也有带着一群年轻人一起创业的能力 欢迎观看本期坤哥教育期 本期的内容是转脚踏 今天我要学会的 我希望能把自行车运动推往出去 能让人更健康的 享受体育能带来的乐趣 我希望能够把这你们的精神 和一些态度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 都体验出来 更努力做成这个事情 我最终想的是 让自行车一直陪着我 这始终会让我开心 这 Feetys главное 没有了 我跟猜拟 没有了 性格